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 昨天這兩天 可以說是發生了一件很爆炸的事件 雖然是傳聞 但是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很多 這個字媒體 稱為字媒體 以普通網位主的字媒體 他們 看漏了一個重點 這個重點是什麼呢 是香港 因為他們從來都只是以 大陸的權力鬥爭 分析中南海 分析每一個中共的政治人物 但是他們 計漏了一個人 計漏了一個東西 就是香港 就是李家超 由於海外字媒體 一般以普通話為主 他們的受眾也是普通話的客人 所以 他們對於香港 其實是不了解的 甚至乎是不認識的 是一個江峰 懂得說廣東話 因為在廣州 住了十幾年了 但是其他人其實對香港是完全不了解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這次這個政變 那個 傳聞 很真實 真實到怎麼樣 一直以來 為為樂樂 只會聽命令的 李家超 即時開放 0加3 當然澳門還未開放 澳門 會放寬大陸 但是 不放寬香港 當然 這是他的政治判斷錯誤 這個我會另外開一節說 但是 為什麼我說這次這個政變傳聞 傳聞是什麼呢 昨天我們也說過了 相傳14日 習近平一飛出去那天 飛去中亞的哈薩克 當日 以胡錦濤、溫家寶為首的團派 就是火同的江派 以及 現在最老的政治老人 宋平 聯合動手 已經控制了中央辦公廳 而中央辦公廳直接指揮到中央警衛局 中央警衛局的直屬就是8341部隊的直屬上司 即是中央保衛局的局長 就是中央警衛團 的上司 他們直接控制著中央警衛團 即是以前的8341部隊 這一隊 簡直就是 羽林軍 你控制了黃城裏面的羽林軍 基本上中南海就由他控制了 中央辦公廳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習近平 帶著中央辦公廳的 主任 丁薛祥一起去哈薩克 而另一個前中央辦公廳主任 現任人大委員長 栗戰書 去了別處訪問 也不在北京 兩個最重要的人物 也不在北京 然後 軍隊 肯定是畫面 這個北京衛庶司令雖然換過很多次 但是也是被 元老搞定了 控制了北京衛庶部隊 控制了中央警衛局 即是整個北京 已經是被元老控制 當然這只是傳聞 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我們要看看 之後他說 習近平 收到消息的時候 應該是15日了 因為14日他飛去 那裏又有時差 本身有時差 又累 接著他 聯絡不了 因為第一天你聯絡不了 還未必有反應 第二天也聯絡不了 中央警衛團 聯絡不了中央辦公廳的人 丁薛祥當然是急了 也是一個分析 他們一急起來 決定 16日一搞定 立即要走了 當晚留夜回到北京 而消息 即是外面的傳言 就是他一下機就被控制住 所以 他之後從來沒有公開露面 這一次政變 可以說 是跟當年1976年 捉死人幫的 壞人堂政變 如出一切 控制了當時 834一部隊 就等於控制了北京 當然 還要北京為朔司令配合 我們說說當時 粉碎四人幫 跟現在的時代背景是不是很相似呢 當時的四人幫其實實力很大 因為 他們 控制了很多東西 包括宣傳 最主要就是他們控制宣傳 當然 而中共 當時 出現 這個 有料到的 有實力的 當然是包括汪東興 陳錫聯 紀登輝 不行 為什麼呢 他們 汪東興掌握了中辦 掌握了八三社一部隊 陳錫聯 軍委副主席 紀登輝 副總理 不行 也是一樣 也是當時的 政務系統 熱鍵英 李先 念鄧小平 這些是元老 文革派 江青 張春橋 姚文元 姚文元 黃鴻文 毛軟生 毛軟生 就是毛澤東的侄 即是毛家人 這個 激烈得 鬥爭得很厲害 好了 我們說回當時 是怎樣呢 當時就是幾個 尤其是華國鋒 召集了李先念 紀登輝 陳錫聯 吳德 陳永貴等人 研究開會 當然還得到葉劍英的支持 他們 最重要就是有軍方 葉劍英也是軍委 他們 晚上 用一個人一個人的 方法就是串連 晚上活動 然後 組織 最重要是 組織了中央辦公廳 最重要是 汪東興 不單止汪東興 他們最重要是 找到 北京維庶司令 吳忠 得到他的支持 他們決定動手 華國鋒 汪東興 決定動手 就在10月4日 葉劍英 去到華國鋒的住所 準備在 國慶之後10日動手 當時劍英打算提前 動手 先發制人 一舉就把他們動手 華國鋒就說 最遲就是後日 他們當日決定後日 行動過程是甚麼呢 10月6日下午 中央辦公廳通知中央政治局常委去華仁堂 開會 中南海華仁堂 他們以名義研究毛澤東選擇第五卷的出版問題 第二是研究毛主席紀念堂的選子問題 下午汪東興對行動人員召開這個簡短的會議 下午5點 中南海東八鎖 小會議室也有小型會議的分配任務 就是拖打行動 是細節人 汪東興 葉劍英 華國鋒分別在夜晚6點半 7點20分 和7點40分 去到華仁堂 夜晚8點是跟四人搏 鬥爭的關鍵時刻 華國鋒 葉劍英 在華仁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 通知姚文園列席 在張春橋 黃鴻文 姚文園先後到達會議室 分別宣布對他們實施隔離檢查 同時 派人去江青的住所宣布同樣的決定 張春橋先到場立即被捕 黃鴻文打算反抗 亦都被控制住 偷了兩桌 姚文園只是說一聲 走吧 沒辦法啦 他是文人 只會寫東西 是文謀來的 沒辦法啦 你要捉就捉吧 江青 江青 就在他住的別墅 被人捉住 江青 當然 在對江青進行宣布的時候 江青媒人聞說多一次 然後就寫了一封信 交給工作人員 之後就被運到秘密地點軟禁 接近8個月 之後再運到巡城監獄 他們也有幾個小鴻文園 持群謝正義 毛遠身 也都被捕 晚上10點 景標 去到人民廣播電台 即是中央台 把華國鋒的首領交給當時的 廣播局局長鄧剛 之後 控制了中央三個台 好了 還有新華社 控制了新華社 這個很重要的 黨政軍他們都控制了 不過可以逮捕四人幫 跟這次的情況有點不同 因為這次是掌握軍權 當時的四人幫 是掌握不了軍權 因為 軍委 也是他們的人 834一部隊也是東興所控制 然後他們找到衛雪斯力不中 大家想想 軍隊 全部被控制了 然後 他們 景標又帶著這些人馬 包圍電視台 即是接管這個 中央電視台 接著是新華社 這些報紙 這些喉舌 實說 圓圓全然 是不一樣的 因為四人幫真的掌握不了 最重要的是軍隊 最重要的是 中央警衛局 834一部隊 還有北京衛雪斯力要配合 現在的情況當然和當年不同 因為習近平 中央辦公廳是他控制的 中央辦公廳裏面的人有多少 完全聽習近平之底 完全聽這個 當然裏面當然有些人滲了很多 是 江派的人 剛剛最近 有一則新聞 我爸爸告訴我 就是林竇豆 跟林彪的前妻夾粉開了餐廳 大家知不知道林竇豆是在黨裏面 永遠沒有機會翻身的人 他是林彪的女兒 當日沒有上到三叉擊飛機 所以撿回一條命 而林彪的前妻 當然跟林彪分開了 就沒有事了 沒有受到牽連 但是也不會有雲行 他們開了餐廳 誰照顧他們呢 就是曾慶紅 曾慶紅在黨裏面 滲入骨髓血液裏面 基本上每一個細胞都有曾慶紅的人 習近平 為什麼一直都不動曾慶紅呢 所以那些人完全不明白 海外我就是看全世界的所有的海外字媒 Swishone 都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 尤其是法輪功anov 他們一生情願認為 他們惹稍為抓得住曾慶紅 曾慶紅是他們的仇人 他們幫工澤民振駡は法輪功 hericdzised的事 曾慶紅他們的滲透能力真的很強 他當過中央黨校長 他們共同保障 如果他變成了太子黨黨魁 泰子黨黨魁 距舌頭迷 你可以看得出這個人的心思有多細密 太子黨任何一個都是他的馬仔 每個都認他做阿公 包括習近平 因為習近平的大佬 賈慶林 當時就是把他介紹給曾慶紅 他就是曾慶紅 曾慶紅就是習近平的阿公 大家完全全忽略了這一點 這十年來習近平其實也跳不出曾慶紅的吳子山 當然他也掌了很多拳 但是曾慶紅在 習近平身邊 整個中央警衛團 北京衛庶部隊 整個北京 他也佈滿了善眼 任你習近平怎樣除 都還是有善眼在裏 有他們的人在裏 你想想 所以我當時一直認為習近平比不上他們的 我主要就是有曾慶紅 當然 江澤民也一樣 他們的利益 他們是利益共同體 整個太子黨 支持江澤民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樣 當時為甚麼 他們要找習近平出來 就是因為習近平 是太子黨 他們想選一個最愚蠢的出來開控制 而且 這個團派 這次如果真的是團派加江派一起動手 其實習近平沒有可能鬥得贏他們 團派 是所有的共青團 是所有人的希望 讀完書想著 由樹民 由白布衣 可以升到上去 做國家主席 升到上去做總書記 做總理 這個就是共青團 怎樣培養那麼多人 所有骨幹 所有做事的全部都是共青團 他們的系統 你想想 在中央警衛團裏面的人 在8341部隊 在中央辦公廳 北京衛庶部隊 裏面有多少 是太子黨裏面可以控制到的人 有多少是團派可以控制到的人 習近平 是沒有可能清得了 所以 這個說法我是比較相信 最重要的是甚麼 這次風雲變色 習近平一直都沒有露面 我們再開一節來說 這節說不完 不過 你只看到李家超 已經180度改變了他的立場 香港 即時 全面解除防疫 當然不肯不可以一步到位 習近平已經倒台了 現在他也不敢百分百肯定 已經是九勝九 習近平應該沒有辦法 再推清力 不然他敢 做這件事嗎 這是 所有的自媒體 講普通話的自媒體 也忽略了這一點 就是香港 由於他們 不熟悉香港 所以 他們想不到 因為他們不知道李家超是甚麼人 我們太熟悉了 李家超是一個太監 是一個公公來的 他不會有個人意志 他一定是受到 這個命令做事的 沒有命令 他怎麼敢這樣做呢 這個命令 我們昨天分析了 肯定是來自最高級的 國務院 不是港澳辦 港澳辦 是隸屬國務院 港澳辦也是習近平的人 接下來會大清洗 夏寶禄是習近平的人 所以 港澳辦一定會大清洗 然後會由國務院 體系重新掌管 國務 香港 不過到時香港會怎麼發展呢 我們真的要再 我們再補充一點 就是 全國大規模的停了飛機 主要就是 不讓人到北京 因為牽涉到北京的飛機 差不多是6000萬 北京飛出去的全部取消 去飛北京的也全部取消 包括列車 火車 高鐵 飛機 道路全部封鎖 就是防止你 習近平 那些半黨 或是餘黨 趕進來北京 當然 其實也沒有發生這件事 不過他們為了穩陣計 連通往北京的道路也封鎖 這個 當然是比較 重要 已經很保險了 北部戰區他們是控制 黃強控制不了 然後北京衛庶部隊 也是他們控制 如果中辦 包括 8341也是他們控制 習近平 陳德納菲 習近平一直 很喜歡向人介紹的營台 也很喜歡在營台辦公 營台是甚麼地方 是籌錦光碎 直至死為止的地方 習近平沒有歷史 這個地方是很邪的 可能習近平就在這個營台 直至死為止 不過如果我是那些元老 一定想辦法拿他命 不用想辦法 直接拿了他的命 然後向他公佈 習近平同志 心臟病發 突然撤死 就是如此簡單 因為 留他在這裏很危險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 我認為 製造了VPN對你 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但是 看號 少不了